美国各地连续一周举行抗议示威 争议的焦点戴伦·威尔逊说 希望他的辞职有助于福格森愈合 威尔逊上星期接受美国A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他是否会继续当警察 威尔逊暗示他可能辞职 你认为这可能吗 你认为他们能接受我吗 你认为我会安全吗 除了福格森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纽约市 也都有人上街抗议 在全国电视转播的纽约感恩节大游行期间 也有人示威 我们的孩子被相杀 看起来没有人关心我们 我很不安 我儿子16岁 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也有些美国人认为 大陪审团不起诉一定有他们的理由 但是威尔逊必须辞职 不幸的是人们对他怀恨在心 人们不能面对事实和此案的证据 威尔逊否认枪杀麦克尔布朗是出于种族偏见和愤怒 我只是感到害怕 然后就是生存和平时接受的训练根据训练 我应该怎么做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议员安东尼奥·弗兰奇认为 威尔逊一个人辞职是不够的 我认为社区要愈合必须有更多人辞职 福克森警察局长也必须辞职 否则社区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虽然威尔逊不会受到刑事诉讼 但仍可能面临民事处罚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此案 威尔卫视新闻报道